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 歌一如往常的帅 美 美 cosplay 为什么cosplay 星期三 因为现在男的神话 然后又留好 好像可以当 Wednesday 所以你是我们的星期四 对耶 星期四 因为我们今天刚好星期四 Sursday Thursday Thursday Yes Thursday Wesday是三四 有一个剧叫Wesday是什么 Thur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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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day Thursday Thursday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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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开饭ですね 多多多多 我要开咬囉 好 今天是你点的吗 No 我刚有点好奇今天晚上吃什么 我就想说 问一下玛利亚好了 我刚好在忙别的事情就忘记问她 今天Edan没有问我 他在大家的心中我会点菜 对 走走走走 而且因为今天这个造型 大家不太敢跟你讲话 刚背影真的蛮像 很像 对啊 而且你的头跟她一样很小一颗 但我不是十六四 不要 没事 好 走 走走走走走走 各位想拿什么 湯吗 湯 湯是湯吗 湯吗 我突然想湯吗 他说你湯吗 想喝湯吗 原来是想喝湯吗 今天很Wesday of the Thursday 火菜吗 对 达哥湯吗 湯吗 应该想饭吧 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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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吗 吃饭吗 这里还有 白饭 白饭吗 还是炒饭 要炒饭 拔放 拔放 拔放是什么 拔放啊 我也是今天第一餐好开心 湯很好喝 幸福 你们先吃 我稍微讲一下运动会 其实我们有回应 只是说 因为我是 对 没有很大力的回应 但是有一个新闻有帮我们写出来吗 你可以去搜寻一下那个 应该是ET Today的新闻里面 就是那个意思 就 不大力回应了啦 因为事情发生的细节 如果我要很大力回应的话 就是会 去指责一些人不对 那我其实不是很想要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毕竟小朋友受伤了 那当然是希望他快快好 现在很庆幸的是他现在的上市 目前来看是 恢复的状况还蛮不错的 也不会有后遗症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去争论谁对谁错 这个事情我觉得 都有在处理 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我相信今天也有一些粉丝没有看到 那只是说真的不是那个 不只是一点点不是那个新闻讲的那样 是百分之一千四百多万不是那个新闻讲的那样 但是呢你问我说我会不会怪记者 我也不会 因为记者朋友其实就是他的工作跟剪辑师一样 他一定要把影片剪的好看 所以新闻一定要写的好看 大家才会去看 那只是说一人澄清一次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只是主办方嘛 我们是主办单位 不是不是只是啦 我们是主办单位 当然我们有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那个新闻是写的就是好像这整个事情 都是在主办方的头上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 那下礼拜就要播了 我也是很犹豫要怎么处理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大力的处理就会伤害到无辜的人 只是无辜的人呢 他不晓得他很用力的把这件事情闹得很大声 就真的会对大家都不好 尤其是对他自己 因为就是这样子 那我今天会这样子说 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关心整个事情 然后我知道整个过程 那我知道真的讲出来之后 谁会有问题 所以我不想这样做好不好各位 那也请各位酸民就是 不能说放过我们 来就是说这一拳打起来不好玩 因为我们这边有东西可以讲 那打了没意思 啊我们所有的对话证据讯息 全部都有留着 甚至还有录音 所以就不多说了好不好 那就继续享受开心的礼拜四 啊我就讲到这样 好吗 真的是回音到胃都痛了 来吃吃吃 你要喝汤吗 你知道我刚刚为什么笑吗 因为我今天笑我在处理了 我们去那个日本的影片 然后我用不抱来的方式 才会提一下我笑什么东西 就是一样去吃一个饭店的早餐 超好吃 然后有一个甜甜的东西 他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一直吃吃很多很多 有多多多到他吃完以后 后来讲话卡坛 然后阿良的笑他说 你天使吃太多卡坛了 你记得吗 我这个我不记得 我们在旁边可能 我们在旁边可能听不开到 最直接的语言 他也讲了一个很好笑的哏 他也说他也走过去说 欸大姐我刚去的时候 发现所有的都被拿光了 你都可以给我一个吗 哈哈哈哈 然后他反正说妹妹开玩笑 还有我只是做个节目的 然后大家笑的 还有很幽默 到底是什么呢 哈哈哈哈 已经太想法 过去去了 那个东西 嗯 对我记得有耶 真的 真的 喝什么 早餐的 我给的很高 可是应该 不知道我吃什么吧 开开饭 不是今天吧 还是之前 有一阵子 有吗 不知道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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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空盘 没有他有鞋 他有鞋 这家人 哎呀 房不胜房啊 不是 因为我没有追他的IG 所以我没有办法 为什么没有追他的IG 我公式回应一下 我公式回应一下 因为没有人会想追自己爸爸的IG 是 很烦 所以我不会想要追自己爸爸的IG 那我们也可以退职 那你们不行 你们不行 你们除了是 是你们的爸爸之外 同时也是演艺圈的前辈 对 真的不行 讲得好像他完全是我爸 不是前辈 对 差不多吧 因为我跟他的连结太紧密了 所以 已经不太想再看他po什么东西 所以我没有追他 所以他抱来要靠你们 纠察队帮忙 阻止一下 我没有办法第一次 很难耶 对啊 很难阻止 哈哈哈 但他那个 他一定觉得说 他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嗯 就是在那个饭店里面 能破的东西 他想来想去 想说 等一下 那个照片里面有泱泱的脸 对 用泱片站 用泱片的站 所以大家已经慢慢看出他的路数了 所以他那时候已经叫我一起拍这张照 所以应该 你已经有想好了 你已经有想好了 预谋了 他已经有预谋了 对 他已经规划好了 好好笑 那我这一天 他想 跟我说什么 新年快乐 明月灯那些 就觉得 就是我该 送他一张 什么的 是不是他想要什么 他在要照片吗 对 因为 你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有一点 然后我后来就传给他 新年快乐 台湾 身体健干什么 然后 传给他可爱的牛奶餐照片 是比较无害 所以他没有 他没有po 他都没有po自己的照片 你把他讲的 你跟他之间充满了一种 不可名言的利益关系 对 他是来跟你索取一些东西的 对 不会 因为平常是我指动 对他传去你 你会觉得他是暗事 对 因为平常是我指动 可是他那天是他指动 他主动 我想说是不是他要缺照片 是不是没图了 想po 所以问你 还是其实他没有什么意思 只是因为 你会常传讯给他 对 他也是会围一下 你们以后可以发起那种 孝亲活动啊 就是以困达哥为首 然后挑一个特别的日子 一人发一张给他那种 你们不想po的照片 然后说台哥 这边是四天份贴文的图 你可以先发坤达哥的 然后秧的 然后玛利亚的 然后小青花的 他感觉过年需要 哦 需要耶 你们过年要给他一点 帮他捅一点图 不然他过年撑不过去 他说新年快乐 要附上一张照片这样 这是日本的 是 是 我家的厕所 是 这是我爸爸 对爸爸 糖果 他爸爸他没读 爸爸的重金 嗯 你去那个小巨蛋的时候 多拍几张 传给你阿公 让你阿公可以po文 哦 你说阿公我来小巨蛋呢 好 好不好 我们先恭喜这个家伙 听说他要去唱 拜拜 谢谢 恭喜 加油 上下有舞女出掌成啊 太厉害了 太感动了 紧张 会紧张吗 会啊 没有去过小巨蛋 底下是有实体观众的吗 嗯 Oh my god 还没日子 还没 你有去小巨蛋看过演唱吗 有 超多的 什么演唱会都看了 就是没在上面唱过 你干嘛唱完之后 加一个那个 你知道 看他超多的 啊嚕 这种 踢拐的感觉 有啦 刚好有点好 烤辣爹Kids 今天那个Kid的菇啦 不得了 对 我把承受的一个事实 真的 恭喜 太好了 我把承受 恭喜Kid的菇 还能想象他当爸爸 真的很能想象 小野人心事 所以呢 今天他就是 因为听说 宝宝刚出生有超 都是你要忙 所以 我刚才跟春信给他说 不用担心 直播交给我们 通咖啡我们分掉 你好好顾小朋友 没问题了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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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花你的通光费 好期待 有一天可以看到北京 对 我觉得应该蛮快的 大概就是 很容易就把他带出来 因为我觉得他 养他的方式 应该也就是很那种 你就推个车出来 录直播 很随性的 小野人的感觉 他一定是随性的在养小孩 然后 直播的时候一直讲 不好意思我老婆今天忙 不好意思我换个尿布 然后在那边这样 应该是 很酷 好可爱 成为一个回忆 好酷 讚 讚 好酷 看到他当生 然后结婚 然后 成小孩 很酷 我们现在看一下 台哥可以看到哪一个结段 诶 诶 小孩到 那 我觉得結婚应该没问题 嗯 你说看到台哥结婚吗 哈哈哈 不是啦 喂 嘿 嘿嘿 看到了小朋友结婚 哦 KID哥的小朋友结婚 现在KID哥小朋友0岁嘛 然后男生嘛 30岁也要结婚嘛 然後邰哥現在加三十 八十七可以吧 喔可以耶 對啊 應該可以看到我們 還是邰哥在 妳剛剛幹嘛有點哽咽 發現自己有可能會輸給小野人 不至於吧 三十年後耶 三十年後 如果沒有結婚就換氣 可能會換氣 三十年我 五十 欸 妳變邰哥 對我跟他有三十歲差 妳跟邰哥差三十 哇塞 我沒有沒有 他觸景傷勤啊 沒辦法 妳不要一直聊年紀 哈哈哈哈 沒有聊年紀 湯 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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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媽媽 湯真的很好喝耶 有一點腳麻 喔 對那個 腳麻 對耶 腳麻嗎 網友說那個小野人是木藥出身 木藥瑞出身 喔 是今天出身 月五號 月五號 我們擅自把他取名為木藥寶寶 沒有 他的小名就叫木木啊 對對對 因為那個 還是讓他自己 沒有 他有 他已經都講了 因為他很喜歡那個 檜木 日濃 希望他的孩子有檜木的香氣 所以他就是給他取一個小名叫 然後就叫木木 然後就叫木木 檜木 檜木 男生 男生 檜木 木木就是那個 三分球可以投 可以 沒看過哦 一整集 一整集 對 就是去然後想他主動18代 那球還在天空上 然後過了一整集這樣 對然後下一集回來還在想一下 中間才進去喘 回憶很久 沒看到關於高手的咧 對啊 要看了啦 接下來 電影版 13號就上了 13號就上了 一天一月了 對啊 這剩幾天了 真的哦 他有搞一個活動很酷是 他明明電影是1月13號上對不對 可是他跨年那天舉辦了一個 特殊跨年場 所以在31號的晚上 跨到1月1號的那個時候 可以看關於高手搶先上一輪 在哪裡 日本 台灣各大電影院 然後我發現的時候已經購物啊 所有的票 偷偷上的哦 對 已經他已經 就好多人都買去看關於高手跨年 我也想加入的是 我已經票看到新竹桃園都沒有了 台中也都沒有 真的假的 偶爾有一張都是那種貼在螢幕上 第一排插進螢幕裡面那種 那我沒辦法 或者是從 第一排就算了 他是從左側插進螢幕 所以他就是限定一天這樣 然後 哇 然後就在等到1月13 真的 這招還不錯 對啊 而且你看你跨年搶到去看 你領先大家兩周看到 對不對 真的 真的 我們再猜嗎 你說灌籃高手嗎 台灣以前沒有籃框 你不知道 灌籃高手播出來之後 跳籃框 可是不得不講 我的那個時候小學國中 真的是灌籃高手帶起的那個籃球風 沒錯 影響我的學生時代 影響很深刻 足球小將益沒有影響到大家 灌籃高手有 那個時候真的是因為他大太打籃球 很快 然後 然後 你要去買每一個那種 別針 然後別在樹包上 那樣 要要要要 買多的 櫻木花道的 都有 每一個都有 小時候 台灣是劉川楓最紅 因為他最帥最強 然後 然後 劉川楓是開地上的嗎 有沒有看到我看 你不是要劉川楓嗎 那個黑頭髮 我就是那個螢幕 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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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螢幕擦到 不行啦 螢幕擦到 不行啦 這樣不行啦 蘿蔔擦到 仙道也很好 仙道 仙道 厚道 大猩猩 仙道就是一個超級 豹子 什麼哨把頭 什麼哨把頭 哨把頭嗎 哨把頭 哨把頭 沒有 敲點 也沒有到很 他就是 往上跳而已 往上梳啊 他會比較長 可能 小蘭嗎 帥了 帥了啦 沒有辦法 帥了 我要看電影 反正呢 那個 灌籃高手裡面不是有五個人嗎 他包含旁邊的 候補球員 黏黏什麼的 大家都很紅 就是很少這樣 他是五個角色都很紅 有人喜歡流川 會 打後味的人就會特別喜歡 工程 我那時候超喜歡工程 兩片 聽說這次電影版 他的戲份超級 好像道明寺 道明寺 親子是 妙姬 妙姬 哈的口 女主角 親子 但是那部漫畫裡面 女主角不是很重要 就是他沒有著重在愛情上面 嗯 就是女主角就是一個 加油 這不是跟Touch那種 未來讓女主角看 看到我 一開始是 但是他 就是他沒有因為 主角表現得很好 讓女主角看 然後就去描述他們兩個的愛情 沒有 他就是一直說我要讓琴子覺得我很厲害 然後琴子大概五年出來一次說 把那螢幕圈好厲害 然後就走了 就沒他的事 嗯 後來就著重在大家打籃球上面 就是親子沒有打籃球 她是 球精嗎 隊長的妹妹 她是刺目的妹妹 妹妹 那她 她有打籃球 可是她 就是 劇情沒有多描述她 然後螢幕就是一開始因為喜歡 就是為了要讓你覺得很帥 喜歡那個女生打籃球 可是 她後來自己就愛上籃球 還有一個材質 材質 材質很紅 材質是跟工程 他是這個球精 對他是球精 你有在看 好厲害 我不知道是不是綁馬尾 不是 我記得不是 他的頭QQ的 對 如果你硬要說他有綁馬尾 我們兩個也沒辦法否定 他搞不好在後面有綁 但是我們不是 有戴帽子啦 有沒有綁 然後嘴唇是那種 虎壁胳膊那種比較性感 那種 呵呵呵 他要比較大 既然沒看過劉川楓 台哥飾演過劉川楓 可是 在風神無霜裡面演過劉川楓 超級屌 我現在給你看看 好想看喔 很像洪融洪 哈哈哈哈 而且我畫面耶 我記得腳本應該是我寫的 如果沒錯的話 還是洪融 哈哈哈哈 你不用你不用回家看 那個對你來講老扣扣了 啊所以其實 像那個 《灌籃高手》的電影要上 他們三個應該完全沒有任何興趣 我覺得是 我有耶 我小時候沒有辦法搶遙控器 所以 你算了解 我就是 看完會忘記 但我知道 樣子是什麼 希望你有去看 嗯 我也要 那你知道劇情 的 大概嗎 他剛剛不是講完了嗎 就一直打籃球 他剛剛沒有講到什麼劇情啊 哈哈哈哈 我記得 因為我一直很努力 然後最後就懶了一個橘色的頭髮 最後就懶了一個橘色的頭髮 他沒有最後懶 他一開始不是就是他 他還剃光頭耶 他就是那一顆頭 他一開始就是這個頭嗎 是 有沒有 他有變過一次髮型 對吧 我記得有 但是顏色沒有變 哦 顏色沒有 哦 變成光色 他原本是有點像阿良這樣的髮型 在 不對 像桑圓啊 桑圓 我是不是舉了一個 你沒有辦法理解的 我知道桑圓是那個捲頭髮的 哎唷 桑圓 悠悠白書 一二三元 不是這個三元 不是不是 一二三元 然後那個封箭出來 一二三元 不是 三元 桑圓 哈哈 哈哈哈哈 有零箭的那個 有零箭的那個 不是啊 なるほど 楽しみだな 因為我爸爸難打蜜蜜 生日快樂之外蜜蜜 一定要砍 所以我一定要砍 還是我們跟你爸聊好了 嗯 可以耶 對啊 感覺我們跟你爸感情會比較好 對啊 黑黑的東西都一樣 有化療 紙球啊 什麼 車子 bike 什麼 欸 我們下次那個 我發現一個很好玩的新功能 就是那個 你們知道 iPhone的那個 Apple Music 現在出了一個功能是可以把人聲消除 哦 對對對 可以唱歌 真的 我們就是來唱卡拉OK 可以啊 可以喔 我跟你講 在節目上 唱中文卡拉OK不是一件很困難的 是因為卡拉OK可以記很多很多 沒問題 但是把日文歌跟這種歌混在一起 一起大家一起開心 唱是非常困難的 沒有這種機器 然後今天靠Apple Music可以實現這個夢想 哦 真的假的 好想試試看喔 我15年前的絕招就是因為我會唱灌籃高手的歌 你知道 風靡整個風神無雙製作組耶 哇 你知道嗎 你現在去夜市裡面唱還是會紅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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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十塊耶 要更新嗎 你想用對不對 要 那好像付費 Apple Music嗎 好像是 你有訂嗎 嗯 好像可以耶 這樣子拍賞的 年紀大的人 像小朋友 日本人 台灣人都可以 啊我剛想說我們唱就不用約他了 因為他 要唱演歌 我怕你們受不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也不需要 對啊 他也甚至不需要耶 突然開始 大聲著放那個YouTube 然後開始 開始自己唱 個人也唱會 你知道他 Apple Music的 就比如說好我們今天我們幾個人去唱 KTV好了 嗯 在那個KTV裡面能夠唱到日文歌 就是什麼 瓶頸間緊閉雙眼 這種單集 嗯 然後 酒保田立生 一定有在日本去過卡拉OK 那是卡拉OK嗎 卡拉OK 卡拉OK 有去過吧 有耶 有耶 去唱歌 對啊 一定會 很多中文歌耶其實 超多的 中文歌都是片嘉明寫的耶 也沒有吧 他是我們的MV啊 那有漢字的上面有片講的 真的嗎 因為我之前在日本唱 楊千玲的歌的時候 楊千玲 然後全部都是片嘉明 各自都是嗎 然後沒有漢字 那有圖片嗎 害我看不出來 沒有圖片 沒有圖片嗎 欸 我想說這個怎麼唸 看來我們下一次去日本 就是要去點一下MG的歌 看一下是不是原本MV 可能有喔 可能有喔 應該是 應該是 達哥講出了一個我們很早期的玩法 就是早期我在風神團隊的時候 就很巧那個團隊很 有兩三個人喜歡唱日K 然後我們就會去唱日K 然後其他的同事也都 就是他們會在那個日K裡面點中文歌唱 點英文歌唱 點韓文歌唱 所以變成說我們這群人可以玩在一起 然後就很常去唱歌這樣 然後就是達哥講的那個樂趣 我們去日本玩的時候還有去唱歌 想唱中文歌的就唱中文歌 但我們唱的日文歌他們也不會覺得無聊 因為就是一些動漫歌他們就覺得 然後那種笑會唱齊永豬喔 我好懷念喔 我記得他們KTV 不是KTV 就是卡拉OK裡面還會評分 有有有 也會有那個Key的那個就是 有有有 日本人很會設計那個 對對對 很好玩 下次來玩這個 好玩 後面有這個厲害的就是 他都是新的 你要唱Black Pink也可以 什麼歌都有 我等他下次 你放心你第一首一定是唱你自己的歌 一定是被我們公開出新 我們選一首你自己的歌 然後你先唱 瑪莉亞沒有 危險 我從來沒有跟AKB的本人唱過歌 他應該每次去KTV都會被叫 都會被點來叫瑪莉亞唱 應該會吧 因為我 The Sunshine Night在KTV 台灣的KTV有MV 然後 那邊很多女生朋友很喜歡坤大哥 然後就是拿來看坤大哥 然後怕MV 裡面還有台歌 他為了忍受 為了看坤大哥必要成本 對 要忍受看台歌 所以那天女生會說 蛤 瑪莉亞我們想看坤大哥 你唱瑪莉亞好不好 這樣子喔 那你有沒有說 然後又點然後唱 然後點然後想唱 但有時候會覺得 害羞嗎 有沒有覺得很奇怪的感覺 就是在舞台上表演完全沒有害羞 那在KTV唱這些歌很 就很像還在工作喔 可是這樣的話如果我們的規則是 我們藝人唱一首的話 你們兩個永遠唱不到想唱的歌 因為你會唱自己的歌 你也唱自己的歌 唱自己的第二首 唱自己的第二首 唱自己三首 終於唱完了改唱AKB 然後永遠沒有唱到自己想唱的歌 然後終於十首 我好像沒拿走 好來謝謝大家 先收工 因為十首 結束 我們唱五十首了 一百五十分鐘要回家 好啦各位 不得了了 阿良Cue了一個 很酷的東西進來 什麼 肚子 噢 哇 聽說我們跟那個 出圓麵場進行一個很不錯的 那個collable 嗯 推出了 哇 看起來厲害 是 焙還是背 背煎 背煎柚子雞白湯 哇 感覺很讚 看起來厲害 它上面還有海葡萄耶 太誇張了吧 剛剛吃的不一樣 海葡萄耶 海葡萄耶 哇 好高級的感覺喔 哇 應該這個是你的 不好意思喔 要換一下 換一下 這樣就是大碗 為什麼只有一碗都不一樣 大碗一樣 講一下上面有海葡萄 給大家看 超漂亮 雞叉招當然有海葡萄 然後用六十五度 是有一點 滋肥的感覺的豬菲力 然後有日本鋼琳的柚子皮 以及紫洋蔥 算是那個topping 大升級這樣 農醇香的背煎特農雞白湯 用大量雞骨雞腳雞皮 長時間熬製 熬煮出濃濃蕴含膠質 與膠原蛋白的營養湯頭 以柚香的獨特清爽風味 搭配出源獨家背煎方式料理 融合出完美湯頭 加入台灣國產豬 讓您吃得安心 低溫烘焙65度豬菲力 以及雞叉燒 加上增量蔬菜 還有荊棘跟紫洋蔥海葡萄 以及日本柚子皮 就是一個讚 多重口味豐富層次 即將攻佔粉絲客人們的味蕾 1月9號就是台灣有出源 1月9號在出源就買得到了 金門的出源也吃得到 連金門的出源都吃得到 這次拼了 那在溫哥華的出源吃得到嗎 還有多倫多的出源 如果他們那裡有出源就吃得到 那可惜沒有 9號是禮拜六 9號我沒有喔 有有有 還是 你要不要吃這碗啦 沒有沒有沒有 這碗這碗 不用客氣 妹妹們吃妹妹們吃 我只是做個笑 我只是做個笑 今天是Eric組的 還是我們一人一半 Eric組的 Eric在後面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他要親自操刀這件事 你跟他說 那個 是不用輕力輕微到這種程度 我們剛剛在講什麼話 你講得好開心 在講唱歌 巧拉OK 我們來玩一下好不好 好啊 這個車車是兩頭 一個雞一個豬 豬菲力跟雞沙沙 快點豬喔 好厲害喔 豬用蘇肥做煎的 所以應該很嫩 這個可以耶 那個荊棘的 紫 你把荊棘擠進去喔 我也是有家耶 我看旁邊的人擠 很香 很好吃耶 好吃嗎 很香 這個拉麵很高級的感覺 柚子都真的有很香 不錯 而且麵 很多耶 你們的不多嗎 我們的還好 我的好多喔 嚇到 你是 你那個好多是有點開心 好像是有點開心 因為我折角是上揚的 你口子比較多 你的碗也比較大 聽起來像是在抱怨 但其實是很可愛 如果我們搞一些木樣的快閃日式卡拉OK 裡面可以吃到我們自己的拉麵很讚 很讚耶 你還說吃牛肉麵 我吃日式拉麵 日本人每次過在KTV吃麵 日本的KTV可以點什麼東西吃 介紹一下 十條 披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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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吃過意大利麵 真的嗎 那個 蜂蜜吐司 一顆的 中間挖掉 一顆 披薩 你不是蜂蜜吐司 那你在中文是叫什麼 還是法國吐司 那種 法式嗎 我知道蜜糖吐司 蜜糖吐司 對 日本的KTV幾乎都是那個甜點比較厲害 可是吃甜的明明就會卡彈 為什麼要唱歌的時候要吃甜 日本人不知道這件事嗎 真的假的 因為完全沒有那種牛肉麵水餃那種東西 都是什麼冰淇淋吃到飽啊 什麼冰的飲料喝到飽 那如果很餓的話要吃什麼 就甜的 或是薯條 很餓的話就是冰淇淋吃到飽 對真的 吃到不餓 喝醋吧 真的很餓 真的很餓的時候吃三四小冰淇淋 應該就不會想要吃東西 因為糖分 血糖就飄上去了 但我想睡覺吧 欸你們是去KTV就 大概多久待在哪裡 哇 你說一去大概待多久 哇 確定欸 我覺得至少就是兩個小時到三小時 最少最少 所以你們是就是擔作一個 今天的活動就是KTV 或是還是就是一天之後只有兩小時的把握 這兩個小時的唱完就是這種 前者前者 而且台灣的KTV很容易混合目的 比如說木耀慶公宴 我們去KTV 哇 哇 老闆 入鏡 入鏡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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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厲害厲害厲害 你竟然是面欸 好厲害喔 老闆入鏡PR10秒鐘講一下 你這個投入了什麼心血什麼感想 來鏡頭來看 因為上一次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沒有做那個內用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客人點到都隔了一段時間 然後就決定就是說 找一家廠商跟他合作 他的店可以讓我們內用 所以這個是我還沒有意識到 這個是可以內用的 這是用我們的湯 他幫我們去調整成這個味道 所以這個就是可以讓客人直接去店裡面吃 不錯喔 不錯 我記得出源好幾家都開滿晚 他這次全台灣的店都可以吃到我們的麵 可以當宵夜吃 因為我有很晚去吃過 讚讚讚讚讚 這個女生也是晚上吃也不會負擔的嗎 我們怎麼全部全部拌進去 就隨便你吃啊你愛怎麼吃 他有講就是那個荊棘啊 你一開始吃一半的時候吃圓湯 然後你再擠荊棘進去 那味道就不太一樣 兩種感覺 這個吃了不會覺得很負擔耶 口感很負擔 這家廠商不錯真的 老闆的角度講話都有點那個 你知道老闆成變 不是觀眾的那個廠商不錯 不是不是他把東西做得不錯啦 那你們喜歡 你們喜歡我真的就開心了 而且豬飛力好好吃喔 舒服的很好吃 他們切太厚 所以吃起來軟好吃 所以像央吃 跟百祥吃的這份量是店裡面的 份量 店真的超多的耶 真的很夠 殺死 對豬肉好吃啊 對啊他真的很像 欸你吃很多耶 還不錯喔 我要吃完了 而且他的豬完全不會油耶 因為通常要嫩的就是 你知道都是雞肉 比較沒有辦法粗 對 因為我們原本雞肉就已經很出色 豬肉不輸雞肉 很厲害 好啦講重點啦 1月9號開始 大家吃得到啦 大家就可以全台的出原麵場 都可以吃到他們的 這個我們 一日 對我們公司跟他合作的那個 雞排湯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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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9號 全台湯拉麵場 記住喔 好 謝謝老闆姐 辛苦了 辛苦了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辛苦了 這麵站他一定要支持一下 很好吃 所以不是只有一天是 9號開始 有期間限定嗎 賣到晚 那如果他9號開始 10號就全部都賣完了 他還會再 再問老闆對不對 對 你這樣講 他們其實也很頭痛 他都說沒了怎麼辦 我怕變成那個 會不會升級成永久菜單 因為大家在喜歡 很難 很難啊 因為我們的那個 不夠嗎 我要 一定要限定王大家 才會去搶個吃 試一下 其實這個絕肉真的很好吃 我給你一次 我很討厭茶燒 但第一次吃茶燒 覺得還不錯 蠻清爽的 我剛剛飯吃太多了 你盡力都好 對 沒關係 我吃了兩碗飯 然後上一個拉麵 沒關係 你盡力都好 不是你的問題 是老闆的問題 很餓 對 我妹 大家期待你吃不下 不是不好吃 我剛剛真的吃了太多了 而且他竟然還有那個白菜耶 好意外喔 對啊 他口感很豐富耶 他不是只有肉跟麵而已 西白湯入 白菜入湯面還不錯 這個湯底是真的很濃稠 有種在喝雞湯的感覺 真的很好喝 好喝喔 嗯 我現在意識 雖然還意識到達哥這個麥克風應該過來 太靠近他了 對啊 對啊 哇 好吃 好吃 好吃捏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 海葡萄在拉麵裡面耶 喝嗎 我覺得很喝耶 一萬 哇 嗯 海葡萄是在台灣一個普遍的東西嗎 沒有 沒有 通常比較普遍 嗯 對日本人來講 你覺得 我說辣麵這種食物就很像台灣的 滷肉飯是這種國民食物 這樣講對嗎 沒錯 是喔 陽春麵 陽春麵 陽春麵就是湯麵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不叫陽春麵 可是滷肉飯大家都知道 應該就是差不多這種位置 陽春麵啊滷肉飯啊 全國民都會吃的東西 對 今天是什麼 不知道 那就吃辣麵吧 那種感覺 欸 可是日本人吃 就是辣麵其實餓得很快 日本人不會餓嗎 辣麵吃完兩三小時就餓了 因為我們吃完辣麵 加飯 生攤 然後飯 放進去 然後吃 然後吃水餃 然後吃水餃 煎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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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即便像你這樣的 就是日本美女 吃辣麵也會加白飯嗎 一定會 我們去宜蘭 宜蘭 我們去辣麵 吃辣麵的時候 他很專業啊 我們不講到 有經驗條款 沒關係 沒關係 一定會加白飯 對 吃辣麵的時候 一定要先不貪 然後一定要 沒有啦 他去宜蘭 之前去宜蘭的時候 拿不到的拉麵 宜蘭有一家出圓麵茶 吃麵的時候會自己加白飯 一定要的嗎 台灣人不會嗎 我本人不會 但是我看隔壁的會 你這個也不是 這樣子 對 還有在吃餃子 因為我其實沒有加過飯 因為我吃光一碗差不多飽 真的 他可能連一碗都有點難吃 那我想一個公道 就是 小型話這樣可惜了 因為那個飯在拉麵的湯裡面 真的特別美味 可是我完全都理解 你把肉跟麵吃完也不行 所以變成你下次要顛倒 你要把麵 讓給你隔壁吃很多的那個朋友 然後去體驗加飯進去的感覺 就數兩口麵就說 好 來我不吃了讓你讓你讓你 那時候我突然想到我們去吃拉麵 對 對 因為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想說 哇 我想要吃一點拉麵 但我有點不好意思 想說 他胃口比較小 你那個嘴很不好意思 你感覺到獎監愧疚了 請問那個表情是那種修費的表情 怎麼了嗎 那我就想說 我爸我有點想吃 但我又不好意思跟他說我想吃 因為我怕他要陪我 他會有點不知道怎麼點餐 然後他後來就說 他覺得那家真的很好吃 他就說他可以再陪我去吃一次 隔壁那家 小子嘴雕 因為他下午吃到了 他知道那家好吃 然後我就嚇到 想說這麼好吃 連他都說 我可以再陪你去吃一次 對 其實 對啊 今天是剛好碰到 小朋友喜歡吃 你也不用那麼見外 你如果半夜你會打電話來說 海翔我好想吃個拉麵 你們可以有人陪我吃 我都會有人 可以嗎 你不會 他都會睡著 我會說你等一下 我看困難哥睡了沒 困難哥你睡嗎 因為我去吃宵夜 然後他們兩個在一樓碰頭 然後我沒去 哈哈哈哈 我最會幹這種事 哈哈 哈哈哈哈 這是日劇裡面出現的男兒 這是男兒 咦 咦 這兩個人已經是 血濃於血的兄妹 我在那邊撮合個屁 會不會出現的是台歌 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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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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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在日本外景 然後他半夜說 不只想吃宵夜 然後邰哥感覺很累 不然問邰哥好了 邰哥一定會跟你去 他很喜歡 晚上去吃個日本小店 只是跟邰哥去吃宵夜 一定會吃到很好吃的東西 但是他有一點點小小的代價 他會節很多 節很多事 但他很會行軍 他會先約你走45分鐘 走17公里 然後到一家還不錯的店 然後你這樣 然後吃完之後說 三三步 來回34公里這樣 不是90公里 對 在日本入外景的時候 台歌常常會收工之後 因為他知道工作人員很累了 因為他每次要問 問我們要不要就是說 孟哲你要不要去吃個宵夜 孟哲就會單膝跪地 然後一個手就這樣 所以他就不好意思約孟哲 他都會約阿忠陪他 他就吃宵夜 喔 滿舒服的耶 孟哲會演喔 擦汗 很足 給邰哥看 他們最近很簡單 他們會先這樣喘氣 然後說 大家好好休息 然後說 百祥注意身體 你最辛苦 等你休息 我上去之後 他們就會去逛街 他們就會去逛街 他們 他們是誰啊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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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去聯繫 他們的內奸 還有很多工作人員 有溫斯德帶隊 哈哈哈哈 溫斯德會戴一個墨鏡 溫斯德說 小鬼集合 然後就有一個特別小的 蹦蹦跳跳的出來 然後會帶另外一個 然後說那個 剛結婚就過來講 然後他們就會組成一個團體 然後就逛街 我們好像上次 逛網 就分開 更分開 對 然後我們吃完飯之後 坐在Ru-san 他們 他們吃拉麵的時候 Ru-san遇到一個男生 然後一直 然後我想說 誰 等一下 你那個表情我已經知道是誰了 你再做一次 嘴巴 再來看 我們身邊哪一個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邰哥 呢呢呢 你機會叫什麼 J 是不是那個 Jerry 對吧 欸 我們 我們也遇到了耶 對啊 我們是在那個 他怎麼無處不在 美妝店的時候遇到 他怎麼在美妝店 對啊 他在藥妝店裡面 那天我們要去吃飯前 是不是有遇到Jerry 他無處不在 他到底是可以 沒有 達哥玩我們一步出來 可是在達哥出來之前 他先出來 然後我們就叫他 Jerry 然後這樣 然後就過來 然後我說你要幹嘛 他說去找點樂子 哈哈哈哈 我說 找你老母啦 找什麼樂子 沒有啦 他說沒有啦 我去逛逛 我說你會一個人逛 他說會啊 工作的時候不好意思去 他就收工之後去逛一下 他就去心災橋逛逛什麼 我們真的是兩個在逛那個美妝店 然後回到Jerry哥耶這樣 對 他有主動跟你們兩個打招呼 他 算是被認出來 對 就是對演 為什麼被藝人認出來 被我們認出來 你在後面這樣 因為你身高歸心你是往上拍這樣 欸 所以是Jerry哥嗎 煩欸 幹 遇到你 然後他說 嘿你們好 他可能是跟在你後面 撿東西吧 行李箱嗎 不是不是不是 真的是他耶 哈哈哈哈 又掉了 哈哈哈哈 又沒拿 哈哈哈哈 哎呦 好想趕快跟大家見面喔 影片太精彩了 很期待 你看我們聊這麼多耶 好多故事喔 就是我留下 哈哈哈哈 啊 好過癮耶 欸你們各縣我都 看了前三十分鐘完成品 噢 大哥那個讚 然後你們的讚 我們的讚 好期待喔 真的 好多可以聊的耶 好期待耶 欸你講的很期待 你從上上次上次都在講 嗯 我也很不好意思一直吊大家胃口 但是快了 再隔沒多久都可以看到 而且不是說等了這麼久看一集而已 我跟你講看到爽 連載 這樣子會連載個四集嗎 我能稱 永和寶順裡Netflix 我直接上幾乎是一季 好小喔 寶順裡 寶順裡 寶順裡的Netflix就是我 寶順裡是那個 寶順裡怎麼跟瑪莉亞有介紹 哇 日本的 超超 寶順寶順裡 是去 那好難解釋喔 你解釋你是專業的 對你用日本的 嗯 邏輯 對對對去跟他 看來啦 寶順裡 不是搞笑話嗎 對 不不不不 寶順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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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磊順裡 里跟寶順鄉其實差不多 差不多 有村的單位嗎 村的單位真的是村裡面 最小的嗎 一個村 對 日本 sont東京這種日本パパ或也有 不會有村 鄉下 只有 我最 Kaito comma 對 我覺得蠻大的 理真的很小欸 1 小 都沒有一段那麼大 走錯的時候 東路四段很多東西耶 一整條 可是八德路一段可能就沒那麼大了 還是要看他的物理 郭富南路一段可能也沒那麼大 那就很能求問 很難有一個正確的兩尺度很 天啊 那我們這週會播什麼呢 這週呢 台哥竟然去演了一部電影 然後竟然呢 跟隨堂一起演電影 誇張了 竟然呢 跟隨堂演床戲 沒有辦法接受吧 所以我們今天看的就是 下班去吃飯之隨堂 下班去吃飯之隨堂烤跟隨堂一起吃飯 然後聽隨堂講 床戲嗎 對的部分 我沒有接受耶 很像自己的爸爸拍床戲 好奇怪 拍什麼床戲 對啊 是那種睡覺而已嗎 簡會講那個床面有多厚 是從哪個國家來 然後賣多少錢在你 喔 介紹的 OKOK 不是啦 真的是床戲 真的假的 就是台哥躺在床上嗎 然後常常在哭嘛 常常跪在旁邊嘛 然後一直哭一直哭 那不是床戲吧 那是床戲吧 那是床戲 那是病床的戲嗎 我們也演過 我們也演過 我們不在屏東演過 對 那是床戲 床 床裡面 你幻想的邰哥是 愛懷疑哪一種 會推到水上去 然後大家都哭得很傷心這樣 你們真的就是這樣 一日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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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邰哥的船就越來越遠 即將到海面 海平面這樣 然後換燒橋 然後大家就很難 喔 一日王船 王船那樣 王者的船 索爾 索爾也有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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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爾還是索爾 索爾 索爾是韓國 索爾還是索爾 韓國定格 索爾 索爾的床戲 索爾的床戲 你還以為 你藝術耶 索爾就是在那裡 往面面噴出去 索爾的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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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 所以呢 他們演的到底是什麼 什麼戲 等一下看那個 韓國女士們的索爾 會有預告片嗎 已經有了 不是我是說他的預告片 會有那個床戲的部分嗎 不可能啊 這種節目的人的東西 怎麼可能 在預告片裡面 這樣才吸引人啊 對啊 我就會很好奇 我上次有分享 我覺得看阿凡達的時候 看到邰哥的電影的預告片嗎 有 超好笑 然後你在裡面笑出來 對啊 忍不住笑出來 那個場景太荒妙了 你爸在拍床戲 對 不想看耶 要不會我們 的爸爸媽媽也有這種感覺 如果 比方說我們有床戲 然後媽媽爸爸看也會 我覺得看爸媽拍床戲 跟看自己的子女拍床戲的感覺截然不同 真的嗎 好問題 我覺得其實 因為在日本不是 很多明星穿比基尼上紮飾嗎 嗯 然後我有一些 有看紮飾那時候 因為我爸爸也有支持我嗎 然後買回來 買一百百 我很不舒服 啊 你覺得覺得感覺很差 但 你爸爸在看嗎 沒有 我問他 你可以看了嗎 然後他就沒有 就幫你買一個 就支持你 他買但沒有看 我以身為男生跟你講 絕對是有看 會好奇啊 想看女兒拍怎樣 我翻譯一下 真的嗎 我最近很沉迷看那個 有些頻道在講說 嗯 沉迷 沉迷 在介紹牧村拓在一家 因為最近她的女兒很常開直播 有人就會把直播做成精華 然後我就很認真在追他們家 家族事件 IG嗎 然後會被整理到YouTube上這樣 他們家 那兩個女兒 網友就問他們兩個女兒說 那個 欸 我想問他問題是什麼 是說什麼 問題是什麼 我忘記了 之前有看過 片段對不對 就是網友會一直問他們問題 對 他們就開QA這樣 然後那個結局是 結果是 那兩個女兒都有把自己 爸爸年輕的照片 放在手機裡 然後講完之後 那個小女兒 Cokey就說 這樣丟臉吧 爸爸如果看直播就被發現這樣 然後他大約就說 沒關係就是要不要看就好 誰會把自己爸爸年輕的照片放在手機裡 對 欸帥嗎 如果是很帥的話 那個問題 那個問題是網友問他說 你覺得世界上有人比你爸爸帥嗎 然後他們兩個人就互看一眼說 滿難的欸 然後就說 我們兩個都會把爸爸年輕的 有時候拍了幾張真的超級好看的照片 放在手機裡面這樣 嗯 沒有拍過爸爸好看照片 欸 可是我好像有 我好像也會 他好像會放欸 家人的好像會 我阿公年輕的照片 邰哥 喔 那不就是邰哥嗎 他在軍校那一張對不對 黑白了 對 哈哈哈哈 欸 可是是覺得很帥 然後我留著什麼不是吧 沒有我是覺得是家人 然後覺得說 萬一有時候有人問起的時候 就會說 欸你看我爸以前這樣 或是我阿公以前這樣 誰會問你我嗎 對 聊到的時候 對對對 我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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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你兩個好貼心喔 我以前年輕真的長得很帥 很帥欸 長得很像女兒欸 小女兒跟他 那個網友就講說 你們兩個可不可以模仿爸爸的表情給我們看 然後小女兒就說不用模仿我這樣就很像 對他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 所以跟他女兒談戀愛也是有一種莫名的壓力 好像在跟牧村談戀愛 然後牧村是那種神你知道嗎 你在愛一個神 他們不是之前也在直播說 可能我們嫁出去很難 因為一定是你爸爸好的男生 對 他說找不到 我覺得不僅是帥 我覺得牧村各種他活到人類的極致 我覺得 太多厲害的公司 我看那個Masco-san Delux-san Masco Masco-san好像就有一個胖 好像他原本是 可是一個不知道什麼 對 胖胖的一個女 他是算跨性別的藝人 然後很紅這樣 然後他跟牧村很好 然後牧村就有請他去他們家做客過這樣 然後那個Masco-san就講說 牧村一進家門之後 他說整個人變得超級不一樣 他說就是一個好爸爸 他說氣場全部消失 完全沒有偶像的氣場 他家裡就是一個爸爸這樣子 然後他們家就是和樂融融這樣 然後他說 牧村請他去吃飯 吃完之後牧村就跟Masco兩個人喝酒這樣 喝一喝 牧村就覺得有點累 然後牧村就想在稍微上葵一下這樣 然後他一睡著 那個Masco就說 我去上起來啊 誰敢叫他 沒有他們兩個人上 脫口秀 講出來 然後牧村就怪他說 你為什麼要兇我叫的氣 他說 全家都醒的就你一個人在睡 他說 結果我們兩個人在喝耶 就是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比較私下的樣子 對 因為牧村是一個很完美的一個藝人 我能夠想像就是 你不會想像到他就是私下的那一面 很難 重點是你看他結婚這麼多年 沒有任何 他就像是一個神隱的結婚 他沒有任何消息 然後就 默默的養他的女兒 可是他女兒長大之後 開始公布小時候的家庭V8 你才發現 他花了超多時間陪兩個女兒 都有他 然後網友問了兩個女兒說 爸爸都在家嗎 他們倆就爆笑 然後說爸爸都在啊 幾乎都在 然後說爸爸超喜歡吃媽媽做的菜 所以再晚都會回家吃飯 好幸福喔 對啊 天啊 還有牧村 對 我個人認為牧村可能會覺得說 他的家庭生活也是他的職責的一部分 所以他是用面對工作謹慎的態度去 經營他人生的每一個細節 因為他過得太完美了 哇 好難想像 然後那個媽媽就講說 當初牧村生了兩個女兒 然後他說他看到兩個女兒 他就心裡想說 至少有一個人是個仇人 這樣比較好笑 他就很期待他們兩個人 有一個人長得很醜這樣 結果他們兩個後來長大都很漂亮 然後他就說 有夠無聊的 他說不然在那朝一夜飯後可以聊說 欸 牧村家那個女兒好醜 就覺得很好笑 但可是他們兩個女兒都很漂亮 當然不是有三個女兒 兩個 兩個嗎 兩個啊 我剛嚇到 他有第三個嗎 沒有嗎 他現在雖然女兒都長大 他現在都是在陪狗 他狗是兩條一條 我記得好像兩條兩條 一隻大狗然後一隻 對 一隻小的 達哥Cue到了一個超級好 所以我在想 因為牧村玩狗的影片也超級多 所以他下班之後 他不是玩狗 就是玩女兒 然後陪老婆 他沒有別的事情 然後他不是很想去衝浪嗎 我就發現工程鏡香也很會衝浪 就他老婆也很會衝浪 所以這兩個人可能放假會一起去衝這樣 有共同興趣欸 對啊 哇 神仙眷侶欸 好啦 為了牧村大神超時OK啊 好啦 現在我們一直在那個 那個醞釀我們對牧村的愛與期待 像有一天見到他的時候 啊 上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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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說不定是見到他小女兒機會比較大 好啦 那我們就正節目見到各位 今天是 精彩的下班去吃飯的隨堂篇 下班去吃飯隨堂考這樣 然後邰哥說 會準備一點精細給我們對不對 對 喔 怎麼 來 這節目見了 特別來 拜拜